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林林老师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表的相关内容 那今天这些课程呢讲解的这个知识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哈 所以小伙伴们能跟上做好笔记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要学习的内容呢 叫做原子叙述差之间的关系 大家在做现在这个题目的时候会发现呢 有一些题他会找一些原子叙述之间的关系 对吧那尤其是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第二主族和第三主族之间的关系 因为别的主族呢大家会发现都是相邻的 所以基本上你看前后也就是都差一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不太一样的就是呢 他们从第三周期啊不能说第三周期 第四周期开始啊 大家就会发现呢他的前后的中间就会差很多很多 那么到六七周期的时候呢 只有有蓝锡和阿锡对吧 所以呢他的这个叙述就不是单单的一那么简单了 那么具体是多少呢 我们也可以来算一算哈 首先呢红色和这个蓝色部分的序号呢 林老师都已经给大家标出来了 咱们直接做数学运算就可以了 是不是 来首先第二周期呢 五和四之间是不是差了一 对不对 然后十三和十二第三周期呢 这个第二和第三主族呢也差了一 那么二十到三十一呢 从第四周期开始你发现 这一个周期前后这两个主族之间差十一 以及第五周期也是十一 再往下八十一到五十六啊 中间有的因为有个蓝锡阿锡 所以中间还有很多很多元素在这呢 是吧 不是像上面一样单单的说中间有十个元素 不是的 这一个小物理还挤了好多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算 他的这个序号差十二十五 最后一个呢也是二十五 那这个呢考试他就会直接去问 但是咱也不可能说每次 都直接说我现算现数 然后再去算差值 那你这样做很慢 对不对 所以咱干脆呢就可以把这个数值 给他直接记下来 大家会发现呢 刚好就是两个两个一样的 两个两个一样的 对不对 那怎么记呢 来你看啊 一就单身是吧 所以咱们就说光棍 一个人是吧 所以咱们这个呢 这两个一叫两个光棍 两个光棍 那这个呢 你看两个人成双成对 所以咱们说这是情侣 所以咱们说两个光棍 看两对情侣 在那干什么呢 在那拉二胡 二五 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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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再说一遍怎么记 两个光棍 看两对情侣 在那拉二胡 是吧 听起来也不知道拉了什么二胡 就总之 就感觉好像这个场景 还有点悲惨 是不是 所以咱们说两个光棍 看两对情侣 在那拉二胡 好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把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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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二五 就给它记下来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来 那像出这种题的时候 大家就不用慌了呀 是不是 说呢 我们的A是第二主读的 B呢是第三主读的 那么原子叙数呢 分别为M和N 那么M和N之间呢 这个差值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不是M可以是加一 可以是加十一 也可以是加二十五等元 对不对 所以照题只有第四个是没有体现的 那照题不就直接出了吗 咱就不用一个个数了呀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同周期 那么第二和第三主族对应的原子叙数差 其他主族呢 因为都差一 所以咱们就不讨论了 考试的时候 如果提到你知道就行了 是不是 好这是我们同周期哈 主族之间的叙数关系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第二类 第二类呢 就是在同一主族的时候 那么上下周期之间临近的差了多少呢 这个咱们就得分情况去说了 比如说呢 咱们先来看左边 第一主族和第二主族这一块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像N呢是十一号元素 甲呢是十九号元素 美呢是十二号元素 钙呢是二十号元素 那么大家会发现呢 钠和钾之间的叙数差 刚好就是十九减一等于八 对不对 那像这个钙和美呢 也是二十减十二等于八 所以在第一主族当中啊 大家尤其是像这个第三周期和第四周期 咱们是以这个周期为例 大家就会发现呢 对于我们的第一周 第一主族和第二主族来说呢 它的上下临近周期的原子叙数差呢 是等于上一周期的原子总数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第三和第四周期 再去比较第一主族和第二主族的时候呢 那么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值 刚好就是第三周期的元素种类数 爱元素种类数 再说一遍哈 第一主族和第二主族相邻周期的这个原子之间的叙数差 它们之间的差刚好等于上一周期的元素的种类数 所以你可以看第三周期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三周期总共有八种元素 所以大家看到了最后一列哈 二八八十八十八三十二三十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周期当中所含有的元素的个数 第一周期有两个 二三四五六七分别有哈 这么多是吧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知道了 它俩之间差第三周期 种类数多少呢 八个 所以这串数字 大家可以记一下 二八八十八十八三十二三十二 是不是 好 那这是第一主族和第二主族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那像氯和氯呢 氯元素它的原子虚数呢 是十七 而氯元素呢 原子虚数是三十五 大家发现 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值呢 三十五减去十七 等于多少 等于十八 那么它们分别位于第三周期和第四周期 所以大家看 同样是第三周期和第四周期的 上下两个同主族的元素 但是你发现 一二主族差的是第三周期的种类数 而我们后面的第三 第三到第七主族之间 因为咱们重点说的是主族 第三和第七主族之间 它们的叙数差 反而差的是下一周期的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注意抓住这个规律 在第三主族到第七主族这块呢 上下临近周期的原子叙数差 等于下一周期的元素种类数 因为你看从这开始数 你数的是不是从这 从这 从它开始往后 然后是这 你数的是下一周期的种类数啊 对不对 刚才你这么数 数的是什么 上一周期的种类数 是不是 所以这个结论 大家要记住哈 前面看的是上一周期 后面看的是下一周期 那种类数分别是 二八八 十八 十八 三十二 三十二 很好记 对吧 两个两个一样的哈 所以这是它的结论 那知道了这个之后 那么剩下的 我们就可以挨个去看了哈 来 大家看一下这道题 说AB呢 为同主族的两元素 A在B的上一周期 相对位置是这样的 是不是 若A的原子叙数是N 那么B的原子叙数 不可能是多少 来 不可能是多少 首先一定是N加上一个数 加什么呢 无论它是前面的 还是后面的 无论它是一二组组的 还是后面那几个组组的 那么它加的 一定是周期当中 每一横行当中的种类数 这个种类数 刚才咱们记了一下 都有什么 二八八十八十八三十二三十二 对吧 所以它可能是这些数当中的 任何一个 但是 这个二十啊 是不是大家好像没有被盗台呀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的 一定是D 剩下的都有可能 OK吧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把 每周期的种类数就是 二八八十八十八三十二三十二 对吧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比较简单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说已知 AB是周期表中 同主族的 相邻的两个元素 AB所在的周期呢 分别有MN 重元素 分别有M和N重元素 那么如果A的原子叙述是X 则B的原子叙述可能是多少呢 这个怎么看呢 对吧 这个怎么看呢 来 其实这道题啊 它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 为啥呀 因为咱们发现呢 这道题虽然说了 它俩是周期表同主族的相邻元素 但是 它并没有说A和B谁在上谁在下 是不是啊 所以你不能上来说A就在上B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啊 所以就有两种讨论状况了 一种是A在上B在下 第二种呢 就是B在上A在下 那给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原子叙述A呢 原子叙述是X AX 好 那假如说啊 咱们就先来看第一种状况 假如说是这种状况的话 那么咱如果它俩是第一二主族的 来我们就给大家分情况讨论啊 如果它是第一二主族的 对吧 那它的结果就应该是跟A这一周期的种类数相加 A这列有M B这列有N A这列有M B这列有N 好了 那又说如果它是一二主族的 那么它就应该是怎么的 加上它这一周期的种类数 对不对 所以B呢 比它大 所以B呢 就是X加M 那如果咱们这个A和B呢 它是位于第三主族 到第七主族呢 那么这个X应该加的是下一周期的种类数 所以就应该是X加上N 对不对 好了 那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第一种状况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如果说B在A的上一周期 那假如说它们是第一二主族的 假如说这个是一二主族的 那么这个A和B的叙数应该是差上一周期这么多 对不对 那B的这个叙数要小啊 所以是X减N 那么反过来 如果它们是第三主族到第七主族的这个范围内的 那么它们相差的是下一周期的种类数 所以B的叙数就是X减去M 那你这么一看 我的天哪 那这道题岂不是ABCD当中这个一二三四是全选的 所以这道题选什么 选择的是第四个 对吧 A选择的是第四个 可以了吧 所以大家分情况讨论 这道题其实唯一的坑点就是它没说上下 是不是 然后再一个记住刚才的结论 一二主族看上周期 三到七看下周期就完事了 是不是 好那接下来 它们继续往下 来看一下这道题 下来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第一个 同一周期 同一横行 相邻主族两种元素的原子叙数之差 一定是一吗 如果说它是一二周期 一二这个主族的 对吧 那么比如说那和美 它是不是就差一 对吧 如果它是这个周期表 后面这一大块呢 前后也是差一 但是如果你就卡在了第二和第三主族中间这一大堆呢 那就不差一了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 那它有可能是多少呀 有两个光棍 对吧 看两对情侣在那拉二胡 那就是一十一二十五这三组 是不是 所以这要提A是错的 不一定啊 B选项 第二三周期上下相邻元素的原子和外电子数相差八个 那么大家想第二周期有几个元素 第二周期有八个 第三周期有几个元素呢 也是八个 所以无论它是第一二主族的 还是第三到七主族的 那么它无论是加第二周期的元素种类 还是加第三周期的元素种类 同学们 只要它是这两个周期的 那么它加谁都是八 因为二三周期本来人家的种类数就是八 对吧 所以你无论说是看上周期还是看下周期的三 它都是加八 所以这个相差八个设定值是正确的 跟上了吗 这个我再说一遍哈 无论它是第一二主族的 还是第三到七主族的 你核心不就是二三周期吗 如果你是前面的 那么这个数和这个数之间差第二周期的种类数几个 八个 那如果它是后面的呢 那第二周期和第三周期这两个元素的叙数差多少 是不是差第三周期的种类数几个 也是八个 是不是 所以无论是哪个都是八 可以吧 好了这时我们在这说一下B选项哈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C选项 同一主族相邻元素相邻周期的两种元素 同一主族 那上下可能的差值是多少呀 288 18 18 32 32 哪有26啊对吧胡说八道哈 所以照题错来再看第四个 同一主族相邻周期的两种元素的原子叙数 渣 原子叙数之差都相同 相同吗 同一主族的相邻周期两种元素的原子叙数之差 那不是按照这个元素种类数来看 那么288181832对吧 这怎么就相邻的就一定相同呢 不一定对吧 得看它是哪个周期的是吧 来这是我们的这道小题 所以这种基本小概念哈 大家呢就回想周期表当中的那几个数就可以了 来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题 这种题也是大家在做现在的题目当中哈 就是你会做到的 来首先呢 他说如图啊 这个表哈 这个相对位置是周期表当中前四周期的一部分 那大家想在D的这个斜左下方这个位置还能有A 你说D这一列它能是第一主族吗 它一定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能够出现这个十字花这样的结构的 在我们的周期表当中 你在前四周期这块你能画出来这么一个结构 同学妈画不出来吧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 你看啊 咱们给标一下 这是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 第四周期 人家说的是前四周期哈 你只能在后面画出对应的这种十字花 对吧 你在哪 你在哪画都能都都都行 是吧 总之你是在后面这一片画出来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确定第一件事情了 就是它所代表的是第三主族到第七主族这个范围内的 那么左右的很好算 B呢假如说我就令它的核电荷数 因为人家不就问你核电荷数吗 说白了就是它的原子叙数 说白了就是原子叙数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 如果它是X那它左边这个一定是X减1 对吧 你比如说12号元素 不别12号 比如说这个8号元素 左边一定是7 右边一定是9 对吧 7、8、9 所以来简移 那右边这个叙数一定是加1 现在的问题就是上面和下面 那么在这里面 你说它能是第一周期吗 你在这能画出个十字花的同学们 好像画不出来吧 所以它一定不是第一周期 这一种类数是几种 8种 对吧 咱不是说了吗 2、8、8、18 是不是 所以第三周期是8种 那D就是多少 X减8 是不是 那再来看B和E呢 差的是什么 差的是下一周期的种类数多少种 18种 所以这边是18种 那E是什么 就是X加上18 那你看核电荷数 咱们都表示出来了 直接去加一块 把这几个数 5个数都加一块 是不是最后画点出来 就是5X加10 那这要题选什么 选择的是A 就完事了呗 明白了吧 所以这就是利用我们的原子叙数之间的关系 咱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种题 大家呢 就是把几个数值 还有前后范围内的差值的关系 掌握住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部分 原子叙数差之间的关系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我们在考试当中 更加频繁 看到的一种状况 就是给一些周期和足之间的关系 然后让你去做一些判断 那在这里面这种题怎么推呢 来同学们 你就记住一个叫以少定多 爱以少定多 首先你得知道这种考题的范围是什么呢 都是短周期的主足元素 那短周期是不是就一二三周期 所以它在表述的时候 有足有周期的时候 你就拿周期去定足就可以了 因为周期只有一二三这三个数 足你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那么多挨个事多麻烦 对不对 所以也先定周期 比如说足叙数等于周期数 好了 来 周期数 咱们就直接按什么 一二三周期 我就用这个阿拉伯数字去代表了 一二三周期 那如果它的足叙数 等于周期数 那足就是一二三 对吧 所以大家就一一对应好 第一周期第一主足 你说这是啥 这不就是轻吗 第二周期的第二主足 这是啥呀 周期表你肯定得足够熟练了 来批 再看第三周期的第三主足是什么呀 铝元素 铝元素 实在不行 你就自己画表格去数啊 不管你怎么递 你反正得给我把那张表 给我记下来 是不是 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 第二个 足叙数是周期数的二倍 那二倍的话 是不是就是二四六 对吧 那第一周期第二主足 有吗 没有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就滑掉了 第二周期的第四主足 这是啥呀 第二周期第四主足 也就是有两个电子层 最外层是四个电子 这是几号元素 这不是六号元素吗 那不就是碳吗 对不对 来再看第三个 第三周期的第六主足 大家自己找一下 是硫元素 说明它有三层 三就是三层 六就是最外层 所以这不就是二八六 十六号元素硫吗 是不是 来 那这个结束 再看 足叙数是周期数的三倍 那就是三六九呗 第一周期有第三主足吗 没有 第二周期有第六主足吗 有 谁呀 有 对吧 第三周期有第九主足吗 好像没有 所以这也滑掉了 你看越往下走 其实它的这个范围就越窄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只有氧元素 那再有 周期数是足叙数的二倍 除以二 一除以二 这数都除不了 小数了 二除以二是等于一 三除以二又是个小数 是吧 所以只有一种状况 就是第二周期第一主足 那是啥呀 锂元素啊 清锂 纳甲 如色方啊 是不是 所以这是锂 来 周期数是足叙数的三倍 因为一除以三除不开 二除以三除不开 三除以三等于一 所以第三周期第一主足什么样 纳元素 对吧 所以咱们说以少定多 其实就是以周期定足 因为周期只有三个足呢 我们用数学运算算完之后 找到那个像数学的这个坐标轴 一样横动坐标的那个位置 是什么 就是什么 是不是 当然了 这个题 就是说这种表述 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 比如说呢 足叙数等于最外层电子数 那么 如果这道题给你改一下 它也可以说什么呢 说这个X元素啊 它的最外层电子数 等于它的电子层数 你也得知道 是这个意思 那么电子层 只有一二三层 因为只讨论短周期 对吧 最多就是前20号元素 最多也就是到 甲和钙第四 是不是 那足叙数就是它的 最外层电子数 所以即使是用这种表数形式出来的话 大家也应该要把它熟练的去换算 这个时候就以层数定电子数 是不是 好了 那整个这个就结束了 这种东西 像这种元素说 老师我把这个结论记下来 没必要 没必要你也记不住 好了 那这是第一种 周期数和足数的确定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第二种 第二种呢 就是根据原子核外的电子排部规律 来去确定 同样我们研究的也是短周期元素 那在这里面 大家首先看一下下面的这几道题 你就大概知道了 啥意思呢 就是说 它会用一些字母的 这种电子层的字母 来去表示 它们之间的这个数据关系 那么大家就是要注意的 就是首先 烤冷面不能忘 是吧 烤冷面不能忘 K L M 对吧 最多也就到N K是第一层 最多俩电子 L呢 最多是八个 M呢 一般呢 在我们前四周期 不能说前四周期 前二十号元素的 这个范围内 M 其实我们这里面 甭管它最多能装多少 你在前二十号元素当中 这个M 你画也就是画的八 对吧 它做最外层 那么它就是八个电子 它做次外层 在这里面它也是八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注意了 就是在我们前二十号元素的范围内 这个M 最多也就是八 那么N呢 N的话 其实像甲和钙这块 我们最多也就是到一和二 对吧 就是甲和钙 是不是 再多了你也考不到 那我们最常用的 其实就是这个 对吧 那最需要大家掌握的 满电子的状况 就是这俩 K层和L层 一个是二 一个是八 来 那我们同样 也是一个个做 第一个 最外层电子数是一的 那是不是就是第一 主族的 前三周期的 对 那就是什么呀 清理那呗 是不是 那接下来 L层是K层电子数的二倍 那都有L层了 那K层肯定添满了呀 这如果是二 那L层就是四倍 二四你说这是啥呀 同学们 二四 这不就是碳吗 对吧 来再看 L层电子数是K层电子数的三倍 那K说明它又添满了两个 L层是它的三倍 那就是六倍 来 里面是二 外面是六 八号元素是什么呀 一样啊 是不是 来再看 L层是M层的二倍 L层啊 M层都添上了 同学们 L层是不是就已经添满了 所以就是解八 咱们就是用满了的这一层 去定没满的 它如果是八 那M层呢 是不是就是四啊 来吧 那就是二 八 四 十四号元素是什么呀 硅元素 来再往下 L层又有M层的说明L添满了吧 是它的四倍 那就是二倍 所以它就是二 八 二 那这是十二号元素 自己掰手指头数一数 是什么呀 美元素 是不是啊 所以对于电子排布的这个方式来说呢 就是大家首先知道 K层和L层添满了是多少 你别的不知道 这俩必须得知道 KL是必须知道的 然后再往后走 再往后走 那么就是用满了的去确定没满的 哎 用里面的层去确定外面的层 从里到外 哎 从里到外 那个呢 是以少定多啊 这个是以里定外 可以吧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一块 它的推导逻辑 知道了这些之后 那我们做题其实就非常的方便了 来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道小题 说短周期的主族元素 短周期哈 一二三 原子叙数是依次增大的 那么其原子的最爱层电子数之和呢 是十九 这个数太多了 因为你啥也不知道没法算 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数是用不到了 W的足叙数等于其周期数的两倍 这不就是咱刚才说的吗 周期数可以是一二三 对吧 哎 我们就先来推一推 W有可能的哈 周期数呢 有可能是一二三 那对应的足呢 是周期的两倍 所以就是二四六呗 那第一周期有第二主族吗 没有 所以这个排除了 第二周期的第四主族是什么呀 是不是六号元素 那就是碳呗 对吧 第三周期的第六主族 那就是硫呗 是不是 那有时候W呢 有可能是碳 有可能是硫 但是啊 大家想一想 如果它是硫的话 那么流后面还有什么 流后面对吧 那个是纳梅铝归林 流 绿 亚 哎 绿 亚 后面就俩 然后就该第四周期了 你后面怎么可能还有三个人呢 所以流这个 在它的这个位置上面 你看 原则叙数一词增大 它都不可能是流了 听懂了吗 哎 如果它是流 后面那就是绿 亚 对吧 你再往下走 甲都已经到第几周期了 第四周期了 所以不可能是流 那我们的W就只有可能是碳 那这不就推出来一个吗 是不是 再来看 X的原子结构的L层电子层数 电子数 等于K层电子数的三倍 也就是说它的关系应该是KLM 对不对 所以都填到L了 说明K层填满了两个 如果它是两个 L层是几个 是它的三倍 那就是六个呗 所以咱们就出来了 X的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有两个电子层 然后它的外层又是六个 那这是几号元素 这不是八号元素吗 八号元素是不是就是氧 对不对 X也出来了 再来看Y Y呢 它的足叙数与周期数相等 那我们再来看Y 周期数可以是一二三 那它的足叙数呢 跟它相等 一二三 首先第一周期第一主足 这个是氢可能吗 不可能 因为要比碳要大 对吧 第二周期的第二主足 哎 李皮 对吧 哎皮第二周期的第二主足 这个咱们刚才推过 是吧 相等的第二种就是皮 皮的话也不可能 因为它在碳之前了 是吧 哎皮也不行 那就剩下铝了呗 是不是 所以Y是什么 Y就是铝呗呗 那就剩下Z Z和X还同一主足 还比它大 你说是啥 那不就是铝屋吗 对不对 这不就都推出来了 所以它们分别是碳 阳 铝 留 Y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 第三周期 第三主足 注意了书写格式 来 第三周期 第三主足 哎 写好这个 代号A 第三主足 完事了 就这么写 明白了吧 好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ABCDE为原子叙述 依次增大的五种短周期 主足元素 原子叙述一次增大 其中仅含有一种金属元素 A的周期数 等于足叙述 这个地方 同学们 周期数等于足叙述 我相信大家 是我刚才通过各种推 再加上一道题 都已经背下来了 足和周期相等的 就是这仨人 李皮铝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说A呀 在这儿呢 首先根据这个条件 你大概能确定出 它有三个范围 就是青 然后是皮 然后是铝 对吧 这就是A的可能 我给你写在下面吧 好吧 咱们写在下面 A现在可能的就是青 然后是皮 然后是铝 是吧 好 那再来看 D和A的最外层电子数相同 那这个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A是啥呀 是不是 所以先判断不了 B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是次外层电子数的两倍 最外层是次外层 说明次外层怎么样 天满了 那次外层在前 这个前三周期当中 次外层有可能是第一层 也有可能是第二层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假如说 它的次外层是第一层 那么天满之后 它说最外层是它的两倍 那就是24倍 这样的话 我们推出来 这个元素应该是碳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如果第二种状况 它如果是这样的呢 那么它说最外层是次外层的两倍 这就是16了 这种状况可能吗 这不可能 所以咱们知道了 B原素应该就是碳 那如果它是碳 那这个A是铝 这种情况就已经被否定掉了 是不是 那再来看哈 说C的最外层电子数呢 是其周期数的三倍 最外层电子数 这不就是足序数吗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足是周期的三倍 来 我们推一下C元素 周期有可能是一二三 足是它的三倍 那就是三六九 这个不可能 因为没有第九注足 这个不可能 因为第一周期没有第三注足 所以就剩下26 那就是八号元素 所以C是什么样 氧元素 C是氧元素 好 那再来看 C和E在周期表中相邻 C和E是A的 那这个A的 有可能是上下左右 是吧 那氧 只能说是它的右边 或者是下边了 对吧 那如果是它的右边 那就应该是 挨着它的D的叙述 它不可能说 挨着它 中间还能隔出一个元素来 这绝对不可能了 所以它俩只有一种关系 就是上下关系 能跟上吗 我再说一遍哈 按照这个叙述增大的情况来看 首先E是要比氧的叙述大 那么又挨着它的情况下 有两种 有可能是它的右边那个东西 也有可能是它下边这个东西 对吧 但是如果它临近的右边的话 同学们 它挨着 如果是右边相邻 中间不可能还有元素 是不是 因为它在中间还夹个D呢 所以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E在氧的下面 那这样的话 跟它同主族 所以E是啥 是流 OK吧 好了 那么到这儿 就剩下A和D了 对吧 D和A的最外层电子数相同 说明它俩是同族元素 同族元素 这里面还有叫浸含一种金属元素 如果它是皮的话 那么D就是鎂 那皮和鎂都是金属 两个金属这不行 所以只能有一种状况 氢氏 这个A是氢 D呢是氧和流当中 第三周期的那个什么 钠元素 只能是这样了 所以这几种元素分别是氢 碳 氧 钠 钠 人家让你写的是元素符号 刚才这个也是 让你写元素符号 好 那接下来人家问 D元素在周期表当中的位置是什么 D元素在周期表当中的位置 是不是第三周期 注意书写规范 第三周期 第一主族 别忘了写A 第一主族 这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一道小群 来那这道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再来一道 来咱们快速的再看一道 说这四个东西 原子叙述呢 依次增大的 四种短周期 组组元素 叙述依次增大 有听说老师不都叙述增大吗 不是啊 有些题可能比较坑的 他可能会说什么 半径增大 但是这种状况极少 绝大多数都是原子叙述 但是大家呢 就怎么说呢 这个极少数啊 谁细心谁就拿分了 是不是啊 来X呢 是原子半径最小的元素 在周期表当中 半径最小的是谁呀 那不就是轻吗 对不对 来Y原子最爱层电子数 是核外电子层数的三倍 电子层数不就相当于 第一周期 第二周期 第三周期吗 对吧 所以你就可以挨个去试啊 当然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判断出来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Z是短周期当中 半径最大的 来同学们 你看一下短周期 短周期 大概呢 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没有这块 没有这块 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短周期是吧 那你说说看吧 哪个地方的半径最大洋 是不是越往左下这个位置 半径越大洋 对吧 从上往下逐渐增大 从右往左逐渐增大 所以就落在了这个角 这个角是谁呀 同学们 Z呢 就是钠 所以这个作为常识 得知道哈 短周期当中 半径最大的就是钠元素 好了 这个比较简单 W也比较简单 说地壳中含量 最多的金属元素 氧硅铝铁 所以W是铝 那我们就讨论一下Y 好不好 咱们就来讨论一下Y Y呢 它说核外电子层数 假如说它就是一层 假如说它就一层 那么这个最外层电子数 是层数的三倍 如果它是一 那这个最外层就是三 那这个是绝对不可能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两层呢 里面这肯定是二了 对吧 两层 两层 二 二电子层 那Y就是几 就是六呗 所以这是几 这是啥呀 这个元素是不是就是氧元素 对吧 咱们说氧可以 那再来看 如果是三层呢 二 八 好 这个外层是电子层数的三倍 那就是三三得九呗 对吧 你看九就是电子层数的三倍 那这个不可能 最外层也就是八个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只能是氧 那Y元素的名称是什么呀 氧 W的位置呢 叫做第三周期 哎 周期表必须得背熟哈 第三周期的第三组组 别忘了写A哈 来再看括号三 YZW三种元素 对应的简单离子的半径 由大到小 分别是什么 氧二负离子 钠离子 还有铝离子 它们三个的结构都满足一个叫做二八的形式 对不对 所以它们的结构相同 电子层相同 那么就是旭大 晶小 叙数越大 半径越小 所以应该是这样的 来直接写 氧二负离子 大约 钠离子 大约 铝离子 满事了呗 对不对 好了 那纵观这几道题 大家发现了哈 就是即使它这么写了 我们就按照两种思路来推 第一种以少定多 对吧 给的是足和周期的时候 如果给的是电子层这种呢 我们就是以满去定不满 以理定外 是不是 好 那么到这儿呢 咱们今天啊 核心给大家讲了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原子叙数之间的关系 对吧 叙数差 第二个呢 就是怎么去做这种推断 那到这儿 咱们今天的课程呢 核心就已经结束了哈 小伙伴们回去呢 把这些题再好好地做一下 包括我们在课程 直播部分讲到的各种方法 大家呢 也再好好地熟练一下 这种题呢 在我们的高考题当中 是每年逼考一到推断的 所以这些都很重要 一定要扎实哈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节课再见咯 拜拜